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版发动机的性能参数为最大额定功率138千瓦 最大额定扭矩305牛米 其怠速噪声仅为57.5分贝 无距零下40摄氏度海莱尔极寒 与火焰山50摄氏度酷暑 磨合动力拥有超过4万小时全场景测试 热效率39.2% 曾荣获中国星10家发动机称号 由此可见 从汽油发动机变身为氢气内燃机之后 热效率甚至还发生了明显的提升 从39.2%飙升到了43% 按照这个指标看 这台氢气内燃机的热效率是非常之高的 甚至已经接近柴油机的水平 在氢能动力领域 由北汽福田联合清华大学和易华通公司 研发完成的国内首款燃料电池客车平台化产品 已在2022北京冬奥会上完成服务保障工作 并首次行程 国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燃料电池客车产业链 该技术突破了大功率石墨板燃料电池发动机 设计关键技术 石墨板电堆功率密度 国内率先达到2.22升功率 并首创了极含环境冷启动和综合值管理技术 形成了8米至12米全系列燃料电池客车产品 此次首台氢内燃机成功点火 是北汽集团于今年6月发布蔚蓝计划后的一次重要成果落地 根据计划 北汽集团将全力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 2050年实现产品全面脱碳 运营碳中和 据北汽描述 这台发动机的改制难度不低 首先是要解决掉金属清脆的问题 清脆被称为金属的瘟疫 简单来说 就是轻以原子状态渗入金属内 并在金属内部再结合成分子 导致金属本身失去韧性 从而脆化的现象 被氢气腐蚀变脆的钢铁 在使用中经常出现一折就断的现象 手指粗的高强度钢棒 如果被氢腐蚀 往往掉地上就摔断 一些小零件甚至你都没碰它 它就自己裂了 所以想要做氢气内燃机 如何解决清脆是最大的技术难题 目前世界上玩氢气内燃机路线的 有德国的宝马和日本的丰田 还有世界柴油机霸主 美国康明斯 但他们是如何解决清脆问题的 该技术机密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而国内除了北汽集团之外 2021年9月5日 广汽自主研发的首款氢气发动机 点火成功 而且也同样是基于汽油发动机改制而来 而广汽的这台发动机 官方称目标热效率有望突破44%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看样子和北汽差不太多 此外 国内著名的大型发动机制造商 比如 一汽解放 围柴 玉柴 长城等等多家企业 也都宣布成功研发氢气内燃机产品 不过目前各家企业的氢气内燃机 还都处于热力学标定 动力包适配等后续工作中 距离一桩车 还有距离 很多小伙伴就要问了 以前大家听说氢能源车 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氢燃料电池车 和氢气内燃机相比 氢燃料电池车显得更现代化 更先进 更科幻 可是为啥诸多企业依然没放弃研发氢气内燃机呢 或许这就是多条腿走路的原因吧 氢燃料电池车的核心部件 就是氢气燃料电池 这种电池只要通入氢气 就能源源不断产生电力 但是 氢气燃料电池的技术 目前距离成熟似乎还很远 光说寿命一个指标 就连锂电池都比它强 所以运用起来难度很大 此外 氢燃料电池车的本质是 纯电动汽车加氢燃料电池 所以 电动汽车目前难以跨越的锂电池技术问题 对于氢燃料电池车来说 同样存在 这时候 氢气内燃机就成了另一条可以尝试的技术路线 毕竟是从汽油发动机基础上改出来的 其他的比如离合器 变速箱 减速器 插速器 全部照搬燃油车的那一趟 对于企业来说 或许成本可以投入的更少 不过 氢气内燃机的尾气 是不是真正零排放就存在争议 毕竟内燃机的工作 离不开机油的润滑保护 而机油在气缸里残留的油膜 也会在氢燃料的高温下 蒸发 结胶 碳化 所以 尾气当中会存在机油蒸发 燃烧后的产物是必燃的 虽然量微乎其微 本田CEO三部敏红 就曾批评氢气内燃机 称 难成主流 当然 以电带油 以氢带油 肯定是未来汽车进化的主旋律 目前各种技术路径齐头并进 各种可能性都尝试一下 也不是坏事 就氢气能源来看 无论是氢燃料电池 还是氢气内燃机 如何安全高效低成本的制氢 储氢 运氢 以及加氢站等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 是氢气路线最大的拦路户 氢内燃机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807年 当时 瑞士人伊萨克戴·李瓦茨 研发了第一款单钢氢气内燃机 中国氢发动机的研究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 国内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 对内燃机燃氢 和燃氢双燃料内燃机等 进行了实验研究 2007年6月18日 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 高校低排放氢内燃机 在重庆长安汽车集团 成功地实现点火 高校低排放氢内燃机 是国家863计划 唯一立项的氢燃料重点项目 它的成功点火 标志着中国氢内燃机研究技术 已经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为氢内燃机的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氢内燃机的原理并不复杂 就是利用氢气与氧气燃烧 释放反应气体的化学能 再通过气体膨胀做工 完成化学能向机械能的转化 这一做工过程 与普通汽油或柴油内燃机 完全相同 和现有的内燃机结构 也完全一致 同样是按照 吸气压缩 做工排气四个冲程 来完成化学能 对机械能的转化 只是氢内燃机里的燃料 是氢气 氢内燃机那么早被发明出来 为何销声匿迹的如此长时间呢 实际上在19世纪末 被发明出来时 氢气的制备 保存 储存等技术均不成熟 比氢气更容易运输携带的汽油 在使用环节可谓占尽了上风 并且 大量的石油储备 加上开采技术 提炼也越来越成熟 这就是为何氢内燃机 没能成为当时的主流 去年8月 工信部明确表示 要将氢气内燃机纳入氢能发展战略中予以支持 并根据氢气发动机技术进步和应用推广情况 提前布局相关标准预言 同年6月 一气 广气 维柴等企业 均发布了自研氢燃料发动机成功点火的消息 不仅如此 欧美 日韩车企 也都持续在这方面储备技术 开发相应的车型 整个氢内燃机的技术愈发成熟 在业内专家看来 作为氢能汽车的两个发展方向 氢内燃机与氢燃料电池技术并不冲突 两者在商用车领域均具有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同时也都面临着成本高 配套设施短缺 缺乏完善顶层设计 以及产业链薄弱等诸多挑战 目前来看 购置 运营 乃至车辆全生命周期成本优化 是氢能商用车进入发展快车道的关键 但氢气的储存和运输 至氢助氢的安全问题 以及建设加氢站的高昂成本 都成为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和氢内燃机车的障碍 特别是对于氢燃料电池汽车来说 仅是电池和储氢系统的成本 就占到整车的六成以上 若电堆成本 加氢站和氢气运输成本 无法降到合适的价格区间 就难以进行大规模推广 当前 在全球能源绿色化的大背景下 不同的动力路线擅长的领域和场景不尽相同 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市场格局 氢内燃机作为能够实现 传统化石能源替代的可行性技术路线 已经引起了众多的关注 不过 目前业界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未来前景如何 还有待观察 氢内燃机的商业化道路 任重而道远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发展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